这是小女孩第一次看到长颈木 兴奋的小女孩捡起地上的树枝 把她当宠物喂了起来 站在远处的姐姐直接被吓傻愣在了原地 紧接着把小女孩连带树枝一起拎了起来 刚刚赶到的父母也被吓得一阵怪掉 听到父亲的喊叫小女孩这才松开了手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长颈木 很显然他们是史前时代的万龙 还好这些万龙食草不食肉 由于地球污染严重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 如今他们终于掌握了时空穿梭的技术 并开启了一项穿越移民计划 已经穿越到了8500万年前的白厄级 吉姆一家人就是地时代的新移民 村长泰勒告诉吉姆 想要在史前时代开辟新的家园 并非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这里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村长站在山顶拿出望远镜观望村落 无意看到两辆装甲车正朝基地飞驰而去 那是村庄的死对头第六代移民 两人火速前去拦截 三辆战车撞在了一起 然而敌人却依然在疯狂地逃窜 中机枪不断地扫射 但是目标却另有所指 只见一只蛤蟆头恐龙紧紧跟在装甲车后 蛤蟆头的脚趾头被子弹打中撂倒在里 就在机枪手准备庆祝的时候 另一只恐龙从侧面窜出一口把它叼下 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泰勒命守卫打开城门让所有人进去避难 自己则留在外围来做诱饵 面对泰勒的挑衅 恐龙并没有理会而是直接朝基地冲过去 泰勒开枪示警吸引恐龙的注意 这回蛤蟆头急了 小样还整不死你 眼看恐龙就要冲到面前 好在吉姆开车前来接应 进入基地后 泰勒马上关闭了城门 城墙上的士兵架起生耐炮对恐龙发起猛攻 恐龙在生耐炮的火力压制下也放弃了进攻 临走前还和泰勒对视了一眼 小样有能耐你永远都别出来 恐龙危机解除的瞬间内部的矛盾 再次被计划 两辆装甲车上跳下一伙武装人员 和基地的治安军拔枪相向 此时哪怕有一方走火都会造成全员覆灭 就在这时第六代移民指挥官米拉走上前来 他想用一箱稀有的铁矿石 换取药品和之前被他们关押的同伴 双方最终达成了谈判协议 基地也再次回归了瓶颈 奇姆的儿子乔西在基地内闲逛认识了斯凯 女孩的热情让乔西感到异常的亲切 叛逆期的他在斯凯的推荐下 顺利地加入了少年冒险团 开始尝试各种不被允许的禁忌 第三批移民的斯凯对基地环境了如指掌 特别是能自由出入的秘密暗宝 穿过雨林之后冒险团来到一处铺 斯凯脱掉外衣纵身一跃跳入水中 面对女孩的挑衅少年自然不甘示弱 接下来看到的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溪流边的岩石上刻画着各种几何图案 旁边甚至还标注着计算公式 从痕迹上来看 这些图案出现的年代甚至比移民团还要走 难道在史玄时代就已经有智慧产生了吗 斯凯让他不要把这里的事告诉任何人 因为泰哥把这里标记成了禁区 乔西没有多想答应下来 随后一行人继续朝秘林深处走去 乔西惊讶地看到 他们竟然在草丛里藏匿着一台酿酒机 他接过斯凯递过来的酒杯一口闷响 结果差点被呛晕 原来这就是白乐际烈酒的滋味 其他人负责去采摘酿酒的原料 乔西跟着斯凯来到河边窃洗水 他好奇地询问手上的刀子是什么做的 斯凯告诉他那是柴龙尾巴上的刀子 而且只有雄性才有 乔西不禁大呼太牛掰了 斯凯却笑笑说 你应该看看他们的牙齿 少年团重新聚在一起 准备为酿酒机添加原料 然而就在此时 远处却出来一阵嘈杂声 原来他们的车子被第六代移民发现 米拉只派了两名喽啰来搜刮物资 就在他们得手准备撤离的时候 突然遭到不明生物的袭击 甚至都没看清敌人是谁就死在了当场 一样的响声引起少年们的注意 赶回去时却发现车子的电池被人卸走了 同时他们还发现不远处停着另一辆装甲车 斯凯认出那是第六代移民的车 肯定是他们偷走了电池 就在众人准备要回电池时 发现车内不断流出鲜血 此时树林间传来诡异的嘶吼声 众人赶紧往车里钻 车门刚打开就被男人的枪口瞄准 还好斯凯与男人相识才能得以进车避难 突然一只柴龙从树林中窜出巢装甲车扑来 所有人都在想办法突围 只有乔西傻傻地看着窗外 他哪里见过这场面 只能眼睁睁看着柴龙朝他扑来 还好斯凯及时关闭了天窗 少年们被困在车里 心情也逐渐变得急躁起来 这时一位女孩不停劝阻冲出车外 拿着把枪毒自朝基地跑去 此时基地的泰勒接到报告 一辆探测车丢失并且失去了联系 泰勒在监控中发现了偷偷溜走的孩子们 吉姆发现自己儿子就在其中 泰勒随即带上士兵前往救援 根据车辆最后的定位展开了地毯式的搜寻 半路上他们遇到了被柴龙袭击的女孩 奄奄一息泰勒决定留下一辆车子 把女孩送回基地 然后继续朝目标方向前进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去 周围越来越多的柴龙进攻更加猛烈 再这么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唯有冲出突围才会有一线生机 然而面对成群的柴龙 他们的战斗力几乎为零 其中一个男孩为自己的作死行为付出了代价 乔西和斯凯拼尽全力才守住了最后的阵地 然而很快他们的子弹就消耗殆尽 面对步步紧逼的柴龙 乔西只剩下后悔的分 跟老爸对着干领多受点气 和女友玩疯狂才是真心要命啊 泰勒的车队终于赶到并迅速建立起防线 然而却有一只顽固的柴龙 并不打算放弃到手的美餐 就在他准备咬下乔西脑袋的时候 吉姆及时赶到 一枪打在柴龙肚皮上救下快被吓尿的儿子 危机过后 泰勒发现米拉已经悄悄就走了自己来 看到乔西一家拥抱在一起 斯凯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主动跑去跟泰勒道歉 当泰勒问起他们有没有去过河流边时 他却否认了 那些图案到底意味着什么 吉姆一家回到了基地内 看到了晴空中一轮巨大的圆月 据说月亮会以每年0.5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 所以在史前时代 他看起来才会如此壮观 月光沐浴着新纪元 同时也落在黑暗之中 西边的禁地内 米拉已经发现了乔西留下的足迹 同时也道出泰勒隐藏的秘密 这些符号正是泰勒的儿子留下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时刻提醒泰勒 史前新纪元存在的真实原因 并非是给人类新的希望 而是要通过掌握过去来操控未来 泰勒和儿子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谋 新纪元的移民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集